生育登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登记 登记的时候只应该提供身份证 而不应该提供结婚证是否结婚 全国政协委员 湖北首益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 近日受访时表示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是现代化国家的国情需要 也是保证少部分人群正常生活的必要举措 全国有很多优秀的女性 她足以不在婚姻捆绑的情况下 她可以通过生育辅助技术 来完成她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那么是不是她也应当享受丢会政策呢 谢文敏称 法律主动照顾这部分少数人群 是我国法治温度的体现 谢文敏在调研和律师职业中还发现 一些非婚生子女面临落户难 上学难 参加高考难 就业难等问题 在她看来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也是统一管理非婚生子女 让特殊群体在法治的环境里正常生活 避免成为法外之民 引发治安问题的必要举措 我并不是说就是我创造 就是全国有很多的非婚生子女的出生 我只是觉得已经出生了的非婚生子女 她在我们民法上 她就具有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非婚生子女 她本身不应该打上一个额外的一个标签 谢文明呼吁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应该予以施行且完善相关制度 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户 脱幼上学就业等相关权益保护 逐步向未婚女性生育 开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务体系 同时 她呼吁基层组织 社区 街道 学校 积极介入非婚生子女家庭 给予帮扶保护 做好引导教育 不让非婚生子女感受到歧视与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